好,那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這個吼,我們今天 會看的主要就是在影像處理這一塊 但是因為其實有幾位是熟面孔 所以我還是有準備就是其他額外的東西 那我覺得說這樣各位會比較有收穫一點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 第一個我們會看到就是Google搜尋圖片的一些 技巧那 平常我相信大家都有用過Google找圖片對不對 請問 你都打關鍵字的吧 對不對 萬一沒有關鍵字的時候怎麼辦 什麼時候沒有關鍵字 這個人我認識啊 可是我怎麼樣 叫不出名字來 對不對 這張圖片我看過 但是我又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麼 啊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利用 Google這個搜尋圖片的辦法來找看看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情喔 只有IE不行 其他都行 就是你瀏覽器不能用IE就對了 所以 我們在給各位的這個桌面的檔案裡面 有那個瀏覽器篇 裡面我就有放那可惜式的 Fileface跟Google的Chrome 好所以你待會可以試用看看 那再來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這跟影像處理有關係嘛 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所看到這個Photocab Photocab 我們以前也有介紹過 那剛好 這段時間 他又有更新到6.0了 所以我們會順便介紹一下6.0 他可能某些 改進的部分 像這個軟體 MIT的 台灣製的 很不錯 那他更新速度 沒有很快 大部分 差不多兩年才更新的版本 所以他不像 微軟的Office 你動不動很快就更新了 或其他軟體 那所以 這裡面呢 現在有很多 國中小他們都是用這個 為什麼 以前可能我們印象中比較有 用的倒是 Photocab 對不對 但是現在 因為 Photocab 被誰 被 Core Core 那家公司 併購了之後 大概可能就 沒有明天了 因為 因為他們家就有Core之後CorePent 比較專業的影像處理軟體 所以 他要的不是他 他要的是像惠聲惠影 補足他那個 影片處理的那一塊 所以他被他併購之後 都沒有推出新版本 所以Photocab的最終版本就到X3 就是所謂13的版本 大概就 沒有再更新了 所以 也不錯啦 當然Photocab也不錯 但是這個呢 可以用免安裝的 那所以你也可以用的 更安心 不用倒版 他也有很多功能 做得很好 那再來這個雲端的 雲端的 其實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Photoshop CS5 只有有的一個新功能 叫做雲端內容感知 不要少一個字 內容感知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在拍照的時候 我 拍到 某些人 不想拍的 我可以把他怎麼樣 去掉 就好像我們去背一樣 把它弄掉 但是還可以補得很乾淨 就對了 好 可以補得很乾淨 那這個呢 直接在雲端裡面就可以完成 本來是Photoshop CS5X這個功能 那現在這個在 網路上就可以直接做到 就可以直接做到 所以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再來 跟 影像也有點關係的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把 影片裡面畫面抓出來 對不對 那你抓出來有幾種方法 那 用KM Play這個小軟體 可以幫我們把影片抓出來 也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我今天 這個影片 影片跟照片最大不同 在什麼 照片一眼就看完了 但是影片你再花時間 從頭看到 所以 他有一個叫情節串聯圖版 我們可以把 這一段影片 你自己決定要抓幾個畫面出來 那就幫你整理成好像我們洗照片那個縮圖一樣 那你就會比較清楚 喔 這一段影片在講的是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跟我們在 影像的處理比較有關的 那麼這兩個結束了之後呢 當然 很多時候 尤其是各位 你在做報告的時候 在做網站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會從 螢幕上去抓一些畫面下來 對不對 那抓畫面下來 我們 就介紹這個PickPick 這個以前 我們也有介紹過 那剛好反正現在都有新版本嘛 你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再來這個 好照片 我有確定是過 我們這裡 是不能去那裡的 因為在對岸 但是呢 它還是一個不錯的軟體 是因為它本身提供的幾種方式 因為除了我們在電腦上使用以外 你也可以不用軟體的 處理影像不一定要軟體 對不對 它有線上直接web版 直接可以處理 再來一個好處是你如果 因為現在比較多人有那個手機 智慧型手機 或者平板 那如果你上面還沒有找到一個你覺得比較好的 影像處理軟體的時候 他們家都剛好都有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用 錄影轉播的 我早上有先錄下來 因為我就想說這邊可能不能過去 所以我先錄好 好 那 再來呢 各位 拍照片 或者用智慧型手機拍 有沒有機會拍到模糊的 有 很多對不對 怎麼辦 很模糊的 還是沒救了 但是有點模糊 又想有點清楚的 那基本上還舊的回來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這有小軟體 應該還不錯 舊的效果還不錯 當然 除了這些 跟影像處理有關 我們 自己做以外 可不可以 上網去找其他的 當然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會介紹 各位這個 免費的影像圖庫 你可以去找一找 有很多很多 那這裡面呢會再跟各位提到一個 有一個 名詞叫 創用CC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創用CC 創用CC 指的就是 跟著作權有關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常常 你用 你抓這個抓那個 不管是文字圖片影像 都會怎麼樣 很容易觸犯到別人的 版權 智慧財產權 那所以創用CC就是告訴你 怎麼樣去用 那我們會盡量去找 那個 可以商業使用 或者非商業性使用 可以用 那又可以 可以 怎麼講 你可以免費使用 那你又甚至有一些是可以不用連結回去的 那這樣是最好 我最喜歡那一種的 好 那 影像呢都講完了之後 還要搭配一些 提升大家工作效率用的東西 因為 其實我們在這個 裡面啊包括像這個你現在看到的剪貼布的加強 微軟的剪貼布 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剪貼布你覺得好用嗎 如果沒有比較過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是等一下可以比較看看 還有視窗管理還有像我們現在 我上課這邊都會錄影 都會錄影 所以這個 螢幕錄影的 還有 瀏覽器這個 還有你現在看到 我的簡報好像跟大家分享用的簡報比較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叫做Place 其實有些時候你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直接線上做完 你可以下載下來變成離線的 因為有些有些時候可能網路速度 比較慢 或者不能上網 那我就用離線來做簡報就好 好那甚至呢 最後面 大家現在檔案都很多 但是 總有滿了一天嗎 或者要清理的時候 年終大少數的時候你要清一清 請問你都怎麼刪檔案 用檔案總管而已嘛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 又看不太清楚啊 有些東西 就很大 可是你又沒找到啊 你可以用這個比較視覺化的 反正這些 原則上 大部分都不用安裝 而且 可以跟你保證絕對是免費的 所以今天的看到的都可以帶回去 OK吼 那所以呢 我們先了解了今天大概要講的內容之後呢 剛剛有講的吼 我們分享檔案主要都放在這裡 好都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 萬寧你桌面上沒有這些檔案的 有需要的 就可以再從這邊下載 這樣沒問題了吧 沒有吼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就先來進行第一個